請問 呂董事長跟張董事長 你們兩個吸水差幾% 立委辛辣 逼問薪水 大老闆尷尬互推 笑場了 我是部長的90% 來來來 張董事長 你是部長的五倍是不是 還是三倍 沒有沒有 大概三倍 最高是32萬幾 算一算國營營董作月薪 要比民營守了10萬左右 就怕人才跑光光 今年薪資確定要脫鉤 他的薪資 你就跟公務員切開 行政院同意了嗎 對 就今年開始了 談錢真是傷感情 沒想到現在包錢也會很傷 國稅局13日爆出 婚喪喜慶 包紅包 白包要課贈與稅 被立委罵翻了 紅包這個不算是 我想這個 你界定是無常贈與 其實是有爭議的 這是禮上往來 你這個也扯了人家洗酒 然後或者是這個拿了洗品 稅至烏龍 許玉哲急著滅火 一方面承諾6月將提出扣除額調整方案 也就是所謂的林若雅條款 就像這樣一人至裝或是上班族必要開銷 現在12.8萬扣除額天花板 未來渴望調高 所以你希望不能超過100億 但最好在50億以下 希望在50億以下 不過稅損幾乎只有年初稅改的四分之一 外界推估也代表一般上班族 降稅空間不大 加上大陸頻頻招手 就怕人才一窩蜂出走 最近半導體也開始挖角 分不同公司的等級是兩倍到五倍的薪水 台灣競爭力在哪裡 甚至連稅收超正問題至今無解 若再不端出政策流財 就怕真的窮得只剩下錢